触控面板厂振华升线财务危机 也宣布向法院申请重振 股票改额悬额交割 今天股价一开盘就正不错 跌停在4.86元锁住 也超过20万张是排队等着卖 虽然董事长黄显雄表示 会站到最后一刻 但是分析师认为 受到中国对振华抽赢根这样的影响 股价可能会继续探底 如果重振没有过关 甚至不排除有下市的可能 那继续领导 站到最后 触控面板厂申请重整 董事长黄显雄面色凝重 13号重大讯息说明会 全程不发抑郁 直到离开现场之前 面对记者追问是否会辞职负责 还用低沉语气表示 会继续领导下去 而且会站到最后一刻 不过投资人早已失去信心 已经连续三个交易日 跌停的盛华 股价14号一开盘 仍以跌停价4.86元锁住 更有20万张股票排队等着卖 大陆银行去抽银根 使得它整个营运来讲 会有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对股价今天来讲 也算是一个大的利空 所以股价来讲 被列入到重整之后 可能会连续性的往下去做一个重挫 分析师更表示 如果盛华重整没过关的话 甚至不排除会有下市的可能 其实不止盛华碰上财务困难 二线触控面板厂杨华和见面 也已经连续亏损两到三年 除了原先看好的触控笔电需求 没有如预期爆发性成长 中国厂商加入杀架竞争 更是雪上架霜 中国的触控面板厂也起来了 那我们知道说中国现在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在不管是面板或是触控面板这些产业 中国这些厂商其实就规格来讲 可能还不如台湾的这些厂商 但是它很渐渐的赶上 而且他们其实就报价来讲 可能就可以低个10% 根据研究机构统计 因为触控面板供过于求 让平均单价逐年下滑 预估将从2014年的16.6美元 一路下滑到2017年的12.5美元 大约台币375元 虽然盛华表示 在评估财务状况之后 认为还有重申机会 不过目前盛华在台湾跟中国的债务 大约300亿元 要如何顺利偿还 黄显雄还欠股东一个交代 记者杨宝珍 林秋强台北报道